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小美CHECK IN 今天是2022年元旦新年的第一天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新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今天新年第一天我录这个视频 主要是为了督促自己 在新年里更勤快一点 情绪稳定一点 更有自信一点 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2021年呢,我是哭了很多次的 怎么说呢 主要就是更年期和青春期的碰撞 就是我也50多岁了 所以到了更年期 记性也减退 人又变蠢,变笨 然后我还是经常说 我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 就是2021年,我儿子12岁了 然后也算到了青春期啊 非常反叛 整天跟我争论 然后不做家庭作业 用各种方法教他 辅导他,都不做家庭作业 然后他的成绩都是F 每次看到学校的寄来的成绩单 我都是想哭的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他还向学校的老师投诉 说我在中国的时候拿一架打他 在中国的时候他才五岁 我没有拿过一架打他 然后学校的老师非常紧张 就向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家庭儿童服务中心呢 投诉 然后这个中心的义工呢 就打电话给我 了解情况 我就向他们解释 在中国 我小孩才五岁 我从来没有拿过一架打他 在美国也没有打过他 你的打小孩是违法的 后来呢 学校的辅导员就建议我带孩子去看心理咨询师 那我就带他去看这个心理医生 其实也不便宜的 然后谈了几次 心理医生告诉我 我儿子说 他不能理解我 我也不能理解他 他不喜欢我和他说话的这种语气和方式 因为他的中文也不好 他不懂中文 我的英文也不好 所以我们在沟通上呢 完全谈不到一块啊 就是有很多误解 所以心理咨询师就建议我改变和孩子说话的方式 就是尽量的就是不要用那种命令式的口吻 家长式的口吻 要像朋友似的来和他交谈 所以呢 2022年 我想要改变我自己 首先我要先保持我自己的情绪稳定 和改变和孩子说话的方式 自信一点 勤快一点 保持情绪稳定 谢谢大家 祝大家2022年呢 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